巅峰局不休机赵养宁 究竟是怎回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Otai 这一期的话给大家再来一个是 巅峰对局 那么这把对局的话比较搞笑 我们看 首先看一下这个区域选择 那么区域选择给他的话 然后最后一秒钟 然后直接丢了 丢了就算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屠夫怎么选 屠夫竟然选到我的旁边 也就是说我被队友 被刺了一下 那么 这是非常非常搞笑的 就是我俩你看这个选顶 还非常非常神奇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开局之后直接出生 然后这边的话看一下 哦是个邦邦 那么邦邦的话 哎呦我们停顿一下 看他们追我 邦邦直接追都不追我 那么我们做个动作 拍个照片 那怎么样 不追我 那不追我的话那算了 我们不就不休了电机了 有的话非常非常危险 然后这边的话 基石被抓了 那么好 我们直接附身 直接这个白瞄 然后这边的话白瞄之后 然后看一下 这边基石娃娃 哎呦躲真好 这边帮我们发现 然后这个基石怎么溜去帮帮 就是拉点 然后这边的话 哎这边的话 我们华尔看一下 正好上 那么咱们就跑位啊 跑起来 然后这边绕这个贴这个模型 这把的话 四个人全都是在飞轮的啊 这边的话把我抽到抽到 抽到之后 那么赶快拉走 然后这边的话 哇在园区再放一个 然后这放完了 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边娃娃的话 呃要看这个情况 然后人拉点 那么这边的话有个玩具车 那么不着急 我们又看到会不会踩玩具车啊 你的眼睛要一直盯着帮帮 然后这边看到帮帮踩玩具车 那么不着急 不着急 先拉点啊 先拉起来 然后这边看一下 哦 这边好像去废墟了 那么咱们的话 动法供应一下啊 因为这废墟的话 有个医生 咱们怕他怕他死的快 然后不着急 先躲在炸弹 那这个猫猫 这炸的挺好 那么这边赶快拉开点啊 赶快把点位拉开 因为这边的话 咱们废墟有人 然后这样的话 六轨的时间 你看一下 就已经有个 接近半台电机的时间 然后这边的话 他接着看 追机也是本体 那么咱们赶快去 这个啊 赶快跑路 看听这边烦绕啊 然后这边的话 看一下啊 然后看到红光 那么赶快上二楼啊 所以这把六轨的话 基本上都是我在六啊 然后的话 就一直在玩一直玩 这边的话 屠夫杀就刷完就刷 那么咱们的话 给他翻窗户 然后让他去翻个箱子 因为这时候的话 戒丝已经啊 修不动 然后那么我们的话 这一整局就缺了11% 那么哪里11 就是这一点点11电机啊 然后休息起来 休息起来之后 然后的话 我们再去补一下电机 然后这个邦邦 这把其实也比较难受啊 真的非常非常难受 因为他抓不到人啊 他玩球上的话 也会飞来飞去 然后玩球上飞过来 没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电机啊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帮帮帮闪性已经好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防防这个窗户啊 那这边的话抓我 哎没关系 我这好的话 这个薄 这个效应出来了啊 就是加速啊 这韦伯效应出来了 那么薄可以去拉点 然后不着急 飞轮 然后就去 吸 然后就变 哇 帮帮很难受 你看看帮帮这个节奏 非常非常烂啊 难受死了 那没关系 我们再拉点跑起来 再往后撤 然后再吸他 帮帮帮 我敢不过来 还敢过来 没关系 看他这个头二连啊 咕摸一下 呦 这这这直接吃到了啊 那没关系 我们的话 再跟他博一下 我翻窗户了 翻了没翻 哦 你怎么这样子 怎么没有关系 我还是人6啊 然后我们继续上二楼 跑起来 就是围绕这个医院啊 他给了一刀 没有关系 然后这把的话 没有带大心脏 但是都无伤大雅 所以这把的话 感觉巅峰局 有点像偏娱乐 那么这边的话 不追我 不追我的话 咱们赶快找医生摸鞋 摸起来 然后当我们摸完 差不多时候 然后的话 玩具商店被打了 然后这把的话 也比较久 因为一直在 没怎么修机啊 那么就让机也修机 然后但是这把的话 电机还是够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版本的话 其实个人感觉啊 就你一直打团的话 然后有潮汕 也会在修机 一直拖这个进度条 那么电机会慢慢慢慢 就开起来了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吸酒是不着急啊 就等 这时候我们准备救人 那人怎么救的话 这个树叶就是救下来 然后咱们再叫这个树叶 不着急 等哎 那帮帮二连炸 躲下啊 然后这边的话 看这队友们配了过来就没有啊 然后场地计的话 只剩一台了 那么咱们的话 只能硬着投屏上来 然后骗一下 哎呦我直接打 哇你好好好勇敢 那么不着急 看到抬手啊 这边的话直接变 变了就赶快拉开啊 拉开之后就注意一下 帮帮很可能杀我 那没关系 我们站在地上 然后站起来 哦站不起来又吓我一跳 赶快跑 然后这边的话 盖板 哎呦 那这个直接炸我 我们可以骗一下 哇 这个帮帮戏的感觉有点热啊 感觉非常非常操作起来 是非常非常直 那么没关系 咱们弹板玩在弹窗啊 这就是我们双弹飞轮的一个优点 就是我们的生存能力是非常非常大 但是开门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 那么这边没关系 又追我 哎 咱们有板车 看这板车放的好不好 等一下 再吸两口 哦 再踩一下 哦 飞起来 飞起来之后 刷完是好 没关系 白秒来喽 然后随不接 接起来好 没关系 我帮你拉点 拉拉拉拉拉拉 拉起来 快弹射 弹 弹弹弹弹 哦呦 你是飞轮啊 这人人都是飞轮啊 然后看一下场上电击多少啊 场上电击的话 这边的话砍一声的 没关系 我们的话就继续 就拉点啊 就拉点就行了 干就完了啊 这边就干就完了 这边的话就像场上一个机械师在修机 机械师 命好苦啊 机械师47啊 那么 咱们先躲一下炸弹啊 这边的话 这边很细节啊 就是你估摸一下 他的面朝的方向 就能躲到他第二 二连炸 二连炸炸掉之后 躲空了 然后这不着急 这边的话点位就拉开了 发现没有 按开之后 这边就去看他 嗯 这边就又听到他翻窗了 干嘛 别着急 他又翻回来 你干嘛这么老实翻来翻去啊 然后这边 嗯 继续拉开 反正这个点位的话 就是你一定要听脚步声 戴耳机玩游戏 然后这边飞轮一下 因为这飞轮的话 感觉不飞也白飞啊 反正就飞一下 反正传着飞轮也不是我的 对吧 咱们就随便飞一下啊 然后这边电机要好 直接开机啊 然后的话把医生给卖了 然后这边屠夫的话 就杀医生啊 那么医生的话 马上就死掉了 然后这一把的话 就是比较轻松的 简单的一个OB对局啊 然后这把的话 对于这个队友和这个屠夫来讲 都是一种折磨 好 喜欢我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点点赞啊 谢谢你们